我们接下去继续回答观众的问题 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讲一讲八字中 格局跟月份或者是什么展现出来的个性的差异 这东西说来话长 在我的八字课程里面几百个小时里面 就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再来有人说八字还是有派别的啊 还有什么江相派啊 还有盲派啊 他还认为盲派是最重要的 我只想跟你讲一句话 你在八字的格局用神没有学清楚之前 你就贸然去学盲派你一定会出问题 再来有人看了我的视频里面讲到 安海色威的那一集 同八字的人他的成就完全不同 他就说他很有感触 他说他跟老肖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但是人家是身家上亿啊 都有豪宅可以住啊 他却什么都没有 我就问他说 那个老肖是肖靖腾吗 他说是肖万常 人家是国民党副主席好不好 当年他说所环境跟现在说所环境一样吗 老肖 比较有1个人 画得要是5个人